美国新一轮载人登月飞船迎来了新消息 那就是猎户座飞船即将返回地球 并且计划建落在太平洋上 在载人飞船返回之际 美国又发布了一批次关于阿波罗17号的新照片 也算是纪念美国阿波罗计划的实施 以及新一轮载人登月的过程 美国执行这一项计划并不容易 自从阿波罗计划之后 美国就停止了载人登月过程 而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的发射也是难的状态 在发射火箭之前 美国也是多次延迟 燃料泄漏 气候等影响都存在 最终在2022年11月发射的时候 也算是硬着头皮发射的 因为在发射之前 该火箭依然出现了故障 按照美国宇航局NASA的消息指出 这一次美国无人飞船 是从距离月球表面大约130公里处飞略 最远猎户座飞船是到达距离地球 大约43万公里的位置 打破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可载人航天器的最远距离记录 成功了也是对美国阿尔特密斯一号 无人绕越飞行测试任务的一次重大推进 而美国猎户座飞船即将返回地球 也是成功地验证了美国是有这个实力 成功之后 未来美国将继续执行阿尔特密斯二号 阿尔特密斯三号等任务 预计是在2025年底或2026年完成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计划将一名男性 和一名女性宇航员送至月球 如果成功 这位女性将成为首位到过月球的女性 本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猎户座飞船 即将于12月11日返回地球 阿波罗计划是美国的首次载人登月任务 也是世界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成就 在1961年到1972年期间 总计进行了6次载人登月 历时大约11年 耗资255亿美元 而阿波罗17号任务 就是这次载人登月任务之一 这一次新修复的图像 就是以纪念阿波罗17号登月50周年